自身媒体员周玉寇指控马总统收了顶薪两亿元政治现金 风暴延烧八天 马总统决定以个人身份提告 另一方面也逼得特征组展开调查 上午约谈了周玉寇 而周玉寇一开口 则再度点名由马团队涉嫌替顶薪为事 我还要建议特征组去约谈吴玉申委员 他是国民党的委员 在我所得到的资料当中 他是利用立法委员职权 向卫福部申请内部的机密报告 再把这个机密报告交给了顶星集团 周玉寇不只爆料立委吴玉申利用职权泄密给顶星 还点名多位政商名人恐了解案情 特征组应该约谈 康师傅TDR在台湾发行 他的主要的申请获得批准的理由是土地该发 请特征组约谈 当时的政交所董事长薛奇 经管会主委陈冲 陈玉章 财政部长李树德 周玉寇强调他手中握有关键简讯 会提出指控绝对有所本 面对周玉寇的指控 吴玉申强调绝无此事 甚至有栏尾要求党中央 必须对周玉寇有所处置 国民党的党员 从来不认为他是国民党党员 所以我们会不在意他 在启动考机会 我觉得还浪费了考机会的程序 非法献金疑云 总统杠上了名嘴 风暴越扩越大 透过司法侦查 真能厘清真相吗 剩下一年任期的马总统 会因此再度受挫吗 最新时事就在新闻面对面 马上文介绍 今天邀请到的特别爱兵 好 现在是知识媒体人郑佩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来 知识媒体人黄光晴 大家晚安 来 新闻工作者温申 主持人好 各位好 来 知识媒体人钟年华 主持人大家好 来 新闻副社长陈东豪 大家晚安 来 当时我们一起看人见 主持人好 好 有关于两亿政治现金疑云风暴 现在最新的方案 大家都看到了 好 特征组出手了 是 特征组出手了 怎么样 觉得这件事情 大家是很认真在查吧 出手不代表认真 这是有下去的吗 我们要看查的程序 查的过程 OK 那现在特征组对办总统 其实已经有过经验 所以其实全国人民 也知道特征组办总统 是什么样的规格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次特征组办这一位总统 是不是用同样的规格 好 等一下 年华刚刚讲到这 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 特征组 因为特征组在昨天的时候 也有发一个新闻稿 没错 他新闻稿是怎么说的 好 他上面就直接写说 有关媒体披露 顶星集团 政治现金一案 本署呢 是特别侦查组 已经分案进行了解 OK 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因为现在是分案 对啊 是在进行了解 然后他讲说 将是了解的情形 在做进一步处理 所以你觉得 还要看他们的了解状况吗 因为现在应该 不意外的话 应该是他治案吧 因为还没有 查治案 应该是查 查治案 好 OK 查治案 那我们知道 检察官办案 其实我们也看这么多了 其实他有一定的程序 那其实内行人 看检察官的 办案的动作 就知道这个案子 完真的还完假的 那我就举当时 办扁案的例子嘛 就是特征组 开始发动调查 搜索约谈证人 然后不断的有消息出来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次 第一 有没有约谈证人的动作 OK 那我想必要约谈的 大概就周玉寇 胡定吴 那必要的时候 也许可以到总统府去 就训总统 因为他是总统嘛 总是给他一点礼遇 OK的 就训总统 然后如果周玉寇 跟特征组讲说 他这个消息来源 前官高层 那也约谈他嘛 总是你要把这些 必要的关系人 全部约谈到案之后 然后根据他们的证人 作证的笔录之后 才有办法做进一步的 去调查嘛 那如果有必要 是不是要查 胡定吴的这个金流 他的通联记录之类的 这个很多办案的程序嘛 那我们就看嘛 你总不能特征组说 我分案调查 然后过了三个月之后 突然跟你讲说签结 那你觉得你会相信吗 大概连律师 大概都不太会相信嘛 就是他有一定的程序要走完 那如果说你的程序都走完了 大家也觉得说 这个程序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最后结果 我们也只能接受嘛 因为他就是台湾权力 这个最高位阶的调查 司法的调查机关 他如果调查出这种结果 那大家觉得程序都没有问题的话 你就算不接受 你也没办法 OK 我们来看的是他们都找了 康康姐去约谈 去了解一下整个相关的案情 都要厘清了 那是不是算真的认真起来了 其实跟扁案不一样的原因是 2006年查扁家的国务交费 那时候是查黑中心 陈瑞人检察官 2008年是阿扁卸任 这个埃格蒙情姿来了 然后启动司法互助 才开始调查 那周玉寇的这桩事件 比较像过去胡中信 长期蛋糕事件 因为媒体人进特政组不是第一次了 当时候因为胡中信 他期待一周刊 马上会有一篇大的爆料 就是指涉这个吴敦义 这个涉及成灵异式的这个弊案 那结果一周刊 并没有出的那篇文章 那逐渐把新闻的态势拉高 甚至说有长期核爆 那后来变成长期蛋糕 当时候这个胡中信 进入特政组出来的时候 其实后来也蛮闪躲的 那所以这次这个事件 我觉得是比较累 上一次的这个事件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特政组他们是用政治献金法 等罪嫌来分案 分查治案 那就是周医科已经预告了说 他所指涉的 马英九收两亿这个 是不在政治献金法的 这个规范范围 意思说这个是一个黑钱 那这个已经预告你就说 这个钱是查不到的 那所以你要用政治献金法来查 不在帐上 那他还是会留一个疑问 那最后就说 特政组介入 有结果嘛 他们这边也讲说 因为两亿甚至现金 造成非常多的疑虑 他们要 就是以正私卿的意思 那所以特政组介入 会有一个结果 他如果告诉你 就是说查无实据 那很多人会不相信 那如果说 有的话 那可能要透过 非常多的 就是司法的 侦办的一个手段 可是以目前 周医科所指控的 这些人事实地物 并没有这些内容 那他呼吁说 要针对 胡定吴的金流 钱卖 电话通联记录 以目前的案情的发展 你没有办法去查一个 他没有任何罪嫌的 胡定吴 那这是侵犯个人人权的 你要因为 周医科的指控 就去查他的金流 通联记录跟钱卖吗 我不否认对 这个马英九 跟鼎星特殊的关系 马政府跟鼎星特殊的关系 我有高度的疑问 我甚至认为两亿元 周医科所指控的 他能够买 所谓的101的股权 他能够 两亿元可以买很多 特别特权的贷款 或是顶新TDR的发行 或者说我们 期待 我们想要 得到一个真相的这些东西 两亿元 在那个所谓的 那个政治现金里面 就是这种钱 不管你是 那个账上 或没有账上 两亿元可以买这么多东西 这个我是高度疑问的 就是说 两亿元实在是一个小数目 所以等等的这些 我目前看到就是说 感觉新闻身高 说特证组出来 那我认为 周医科在等一个人 谁 宋耀明第二 今天如果有一个 宋耀明第二 跟他上个案子一样 阴错阳差 后来助他一臂之力 的话 陆续有证据补足 或者说有人证补足 或许这个案子 我们才可以看到 稍微会有一个聚焦 可是光景你刚刚讲说 如果查没有结果 有很多人会不相信 那如果查有结果的话 也要耗费很多时间 那请问一下 那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办 你们大家就 叫我们法律人 真的很难做 就查了 查了 然后如果没有结果说 没有 然后你们有说 有人不信 查了说有 也有些人不信 那我到底怎么办 那我查还是不查 那就跟上次的 胡忠信那个案子 就是我对于 除非他采取手段 逼着这个媒体人 你必须要道歉等等 那不然的话 就以我个人看这个新闻 或者我在评论这个新闻 那就好像突然有人在我们家 按门铃了 邮差在我们信箱里投递说 马英九收了顶薪两亿元 那我打开看看 就先放在那边 除非有更强烈的证据 我有有问 刚刚刚刚跟你讲说 特征组用政治现金法去查 他这上面新闻稿是这样 政治现金法没有罚则 政治现金法是行政法 那特征组要查什么 查到了又怎么样 政治现金法主管单位 这个法律主管单位是监察院 你特征组是在呼隆谁 其实应该这样说 就算特征组的新闻稿 这个 这就在新闻稿 讲说我用政治现金法来查 OK好 那第一个 这个是语意上的问题 应该这样说 政治现金法 它的规范 就是说这个法律规范是这个样 所以如果有人 有违反政治现金法 那譬如说你是台面下的 然后钱很多 或超过应该捐献的额度 那就叫做违反政治现金法 那当然我就用这种名义 来查这件事 但都好 查的过程 没有人规定说 我真的只能查 政治现金法的东西 那如果过程发现有其他 可能有犯罪事实 那当然就是 整个侦办的过程 就开始启动 不管有没有盛及到 其他罪嫌的话 如果有 我们先看一下 特征组玩了一个 小小的文字游戏 一般来讲 这种案子应该是 先分他之案 因为Coco解断目前 所指控的东西 其实相对不具体 那可是他就玩了 一个很有趣的 他用查之案 大家一般比较少听到 查之案其实跟他之案 类似 可是查之案就单纯 是属于调查的意思 那查之案跟他之案一样 如果没有东西 就是签结 这是第一个 玩了一个小小文字游戏 第二个 我们如果记得 检查之案陈聪明 对不起 检查之案 这个 黄氏 炎大和 炎大和在当院总长 要接任这个总长的时候 他曾经公开宣誓 他希望特征组 特征组 要摆到二省去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般特征组 他原则上不大动 不大动案子 比较被动 但是事情走到这个时候 忽然间特征组 你看到他动起来 而且目前来讲 检查机构的这次的调查 受理 是两轨制 一轨在特征组 最高检查组特征组 第二轨呢 在台北地人署 也就是两轨并行 这就妙了 万一 特征跟北检查东西不一样 怎么办 结果不一样 是 那 为什么呢 那就满足你们大家了 对对对 就是相信这边的人就信这边 相信这边的人就信这边 有情所需的 对啊 但是话说回来 因为这次刚刚指这个两议员 寇寇姐言之早早 嗯 但是寇寇姐未来会面临到一个很严苛的考验 就是当于 科生主一定会传他 或者台北地人署一定会传他 对 不定无是不是关键 不知道 嗯 但是扣 他一定会问寇寇姐 他是证人 嗯 嗯 你指控我对他到底是谁 嗯 我们讲说他是 呃 不是 不在圣治现金法规范内的圣治现金 那是哪一次 嗯 时间点大概落来什么时候 如果你没有讲得很具体 比如说 你就想说一个 2070到2014年 嗯 这下就 事情拆掉了 嗯 那要怎么查 就范围变得很空泛 或者 你是听谁讲的 假设 这个前国安高者是张龙峰先生 假设 嗯 那张龙峰先生 会不会知道 马英九总统的事情 嗯 这个可信度会多少 科生主呢 会在这件事情上面 会交代的非常清楚 嗯 因为他也要怕被检验 所以他在这一块会 会交代的非常清楚 总统你的意思是说 因为一般像这种 不管是查这样 或查这样 如果内部签结的话 是不需要跟大家说明什么 是 但是因为这是大家瞩目的事 他怕事后被调卷来看 OK 所以他势必 这个还是要跟大家做个说明 对 可是那问题 关于这个方式的时候呢 那柯柯姐就要承担 非常大的风险 嗯 因为这会涉及到他公刑令 那他跟扁案 嗯 最大的不同 那光琴姐 呃 光琴也讲到了 就是说 怎么样 讲高琴姐 讲高琴姐怕被骂 你还没有带碎 你可以告他公然无路 不告不告不告 我跟马晓一样不告 大家叫他公面 他就要叫顺了 叫顺了 然后不小心把陈东宁定位的名 这个票选的总长都讲出来了 好 那 那以这个来讲 就是说 过去扁案最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说在台湾高检署时代 查案中心的时候 他基本上是跟着发票走 嗯 那个案子就那么多而已 嗯 到了陈东宁总长的时候呢 他其实主要靠的是 爱格门转过来的洗钱报告 嗯 也就是那份洗钱报告里面 已经很清楚的交代到 呃 吴淑珍 扁嫂 的哥哥 从新加坡 一路的这个洗钱的一个路径 呃 我们过去在讲的荣堂案里面 像台宁 台宁顾家 当时是因为看到 立期一个女性的一个负责人 的英文名字 嗯 也就是说 我一看到这个英文名字 我知道那就是我贿款的 对象 所以大家会怕 所以他是主动去特征组 等于算是投案 嗯 或者是自白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看到顾家 后来并没有任何人被起诉 甚至呃 应该是被用正人保护法 给免除刑责 嗯 那 这个基础 跟目前我们看到 马云九总统被指控 这两亿政治先进的状况 嗯 状况其实只有差差很远 一般来讲我们的经验里面 像由媒体爆料 到最后能够起诉成案的 并不多 嗯 通常来讲 呃 检掉机关 他也能够把一个办案子 办得好的 呃 通常要在媒体爆料之前 嗯 就是你说因为媒体爆料 比如说过去的高级 高级案 高级案或者外 高级外劳案 如果我们事后去看的话 外劳案的部分 其实说后来相关涉及的 层级很低 然后刑责也很低 再比如说科幣现在用那个周理良 嗯 事后证明他那部分是无罪 嗯 他是无罪的 也就是说 所有的东西在媒体爆料这一块 他能够成立的 通常是有一个前提 媒体必须要掌握到很具体的东西 嗯 我自己自吹自擂一下 我曾经写过一个案子 嗯 我当时手上掌握一份文件 这是某一个上市公司的文件 那份文件在我报导之后呢 有检查机关来跟我要 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他要的东西 OK 那样子的东西 并不是说我比检查机关强 是检查机关在去搜索的时候 他不知道这份资料放在哪里 嗯 那为什么会有人给我 嗯 就是因为那个公司里面有人检举 那这种检举 为什么给媒体而不给检查机关 事实上他是因为对检查机关也许有疑虑 所以透过媒体先曝光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媒体领先 事实上不是 早就有人检举了 只是他留了一手 他要看检查机关办到哪里的时候 才决定东西怎么出来 OK 那特定署也好 台北地检署也好 在办这个案子 不容易取信于大众就在于说 媒体走在前面 嗯 除非扣扣姐手上 比如说你有第二个送药名 你要真的有第二个送药名 嗯 否则这个案子 呃 对扣扣姐来讲 走进特定署也好 或者走进台北地检署也好 他可以用很多方式 会让你 会让世卫大众觉得说 你并不知道真实的状况 嗯 那这样的话对扣扣姐就会很伤 OK 所以佩芬姐我们就来看 就是得要有新的人证出现 这个案子才会有新的发展 也就是变成这样的状况了 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案子本来原来是很单纯啊 现在弄到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 所有人都可以被牵扯的人 通通被拉出来 连北京也拉进来了 但是最早把那个胡定武还有刘大伯弄出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觉得很好笑 因为胡定武没错 他跟马英九他们真的是好朋友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刚回来做事的时候 常常聚餐 聚餐就有胡定武 赵少康 李庆华 马英九 甚至他到了副秘书长的时候 还在一起跟我们吃饭 所以我第一次见到周美青就是在那样的参会 那胡定武就是刚刚光琴讲的 他一回来就是崇尚 你知道 所以从国民党时代 陈水扁时代到现在 他都在那边弄 那他父亲在2002年就过世 然后他母亲好像还在 因为常常会碰到 那他蛮能干的一个人 但是你说是不是就真的是这个联络人 我不知道 因为你知道他的企业界确实是关系很大 但是扯到刘大辈我觉得有点搭不上 因为刘大辈是刘泰英时代的 在党里面党子官党产的 但是他不是重要的人 真正跟刘泰英真的比较亲的是周康美 你知道那个时候因为国民党党产真的很多 那刘大辈也一直想争出头 可是一直到不了那个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把刘大辈扯进去 我们就把他化掉 胡定武是不是那个关键人 我觉得那当然还有人讲说 不认识胡定武 然后还被扣扣骂了一顿 胡定武是跟马英九很熟 但是说胡心提拔照顾马赫林 照顾马英九 我觉得那个有点鬼扯淡 你说他们副职辈吗 对那是两回事 根本不搭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 蒋经国的干男子弟 有一群人 那干男的小朋友 就是子弟的小朋友就跑来跟我讲说 他说政杰政杰 我告诉你 我们中间将来有一个人会做总统 那个时候才1977几年的时候 我说不要开这种玩笑好不好 他们说真的真的 我说谁 他们就说马英九 所以马英九不是因为胡心去关照 然后马赫林 然后受到栽培 那然后那几年 后来马英九1970几年出国练书 我记得那时候我每次到美国去采访 不管你在纽约下飞机 或者旧金山下飞机 所有的桥舍都在谈论马英九 就认为将来这个人就是会出头 所以念完说后来就回来做了蒋经国的秘书 所以他不是真的说 你知道马赫林是一个 我常常说是中阶党工 其实不好意思讲 他的位阶真的非常低 马英九当了副秘书长 他常常告诉人家 马英九是我儿子 所以后来才给他当台北市党部副主委 那台北市党部的主委 在国民党的阶层里面是总干事阶级 好 总干事做主委 副主委那就更小 所以胡心是关照不到马赫林 马英九的出头是从大学时代就开始 所以他的串红 但是一定要扯进这件事 就是说如果真的有证据 可以调他来问 否则你去调他的通年什么什么之类 我觉得有点过 这件事情如果大家把所有的时序往回拉的话 Coco姐最早说最早说出两亿的时候 是在上个礼拜三 在我们的节目 刚好就坐在光潜的位置上 光潜的位置上 光潜的位置上 OK 因为他突然冒两亿出来以后 然后我们也论了一下 当然我们在现场也有问说 Coco姐这个是要有证据的东西 那当然也讲说会不会有人陷害你 故意要丢一个这个东西让你讲出来或什么 OK那当然接下来Coco姐就就慢慢慢慢一路提出他的一些想法 还有他的一些指证的一些的东西 这样一路往下走 然后 元俊 你接下来发现你在看 从上礼拜三开始 礼拜四 礼拜五 一直到礼拜六 礼拜天 每天都有事了 每天都有东西要讲出来 然后接下来你就会看到Coco姐就不断讲说 你们来告我 你们来告我 那不定无你要不要告我 那告就告刑事 马中文你不要 你要什么 抛弃刑事货免 那大家就像男子还一样出来告啊 或什么 然后大家喊这么久 终于特征就出来了 现在的大家都是怎么样 求人得人吗 大家的意思就是说 那就直接上来 大家到法院PK吗 可是这个PK 老百姓真的因为这个样子 就会因此相信某一边吗 大概不会啦 大概不会 我讲说 不是 我们自己在媒体那么久 媒体爆料 或者是媒体人爆料 这个我们都常看到 不是代表每一个媒体人爆料 他一定对 我们也看到有错误的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爆料了 你自己对你自己有多少的把握 第二个是被你爆料的人 我觉得现在大家看的 其实不是看周一寇爆了什么料 而是被你爆料的这些人 你到底怎么去面对这个爆料 我光讲一个叫马英九好了 马英九从他当总统 到现在为止六年多的时间 请你告诉我 马英九现在剩下什么 我最近讲说 他穷到只剩下清廉这两个字 其他政绩上面没有人肯定他嘛 连今年跨年没有人要找他去啦 那到时候你只剩清廉这两个字 是你自己认为说 你到目前为止 还可以拿出来放在嘴巴上面讲的 即便很多人不在乎你 可是重点就是我们讲说 那你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 你说这两亿 其实我觉得大家跟我一样 就一个疑问 两亿到底是你马英九自己拿去的 还是你会咬的 你下面的人 打着你的名号 把这个钱给拿走 或是有没有 我觉得这几个疑问 有没有两亿 这两亿如果有 是谁拿了 是你马英九拿走了 还是就是你下面的人打 因为周玉扣一开始的讲法是说 我相信马总统的清廉 我相信金普通的清廉 我通通都相信 但是你去问一下胡定吴 那那个的联想空间是 那感觉像钱好像不是马英九拿的 好像是有人在中间弄 我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想知道的是这一点 就像你刚刚特别提到 那你要告就告刑事嘛 什么东西他能够查 他能够启动调查 你就放手嘛 我在想319的时候 吕秀莲到今天为止 还在追说 那一枪到底是针对我 还是针对谁 原生我们被子弹打的时候 他到今天都还不相信 马面那个是不小心打到他的 当事人最想知道真相 那我就问嘛 那今天这几个当事人 你到底想不想知道真相 搞不好我不知道 胡定吴有没有被冤枉 搞不好有人打着他的名号 或怎么样 可是我们看到相关人员的态度 他不是这样子 你说相关人员的态度 我们就把这几个相关人员的态度 第一个 胡定吴他这两天一直在找胡定吴 他一直在台湾 对对他一直在台湾 那你为什么不出来什么 结果胡定吴呢 就是说你们管我要不要出来 但是我用诉讼的方式 来告诉你我的金牌 嘣他就直接告了 而且如果照媒体的治理行间来看的话 他告的应该就是刑事告诉了 就是因为加重毁谤嘛 我就讲 他其实是一个连带的关心 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最近要去参加婚礼 那要去参加婚礼的时候呢 总是有一个问题叫包礼金 这时候你会怎么做 如果到阿修三页会你怎么做 看交情 不是 会去找一下自己的礼金簿嘛 当年他来我结婚 你们来过没有 包多少 如果都包很大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质场景 企业送钱也是一样 谁真的相信说 今天企业给政治现金 是因为爱这个中华民国 是因为爱这个政府 希望政治更好 所以我拿个几亿几千万拿出来捐 没这件事 大家都知道嘛 企业一定选边站嘛 所以当他今天企业有求于这个官员的时候 他会怎么做 官员难道不会去查一下吗 当然是你是站着我多少 我为什么要跟你听 那个没有空口说白话 所以政治人物 大家都相信他一定有账房 政治人物或许自己本身不清楚 你还记得蔡政员怎么说连胜文的 他说他跑去问连胜文的时候 说那个顶薪听说要捐两千万 给你 那连胜文说没有没有 我不知道我真的没有收 因为不是我经手的 我没有在用钱的事情 那我们也相信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重点是 马中文你今天被质疑到这个程度 到今天为止 我们都一直讲说马英九第二任 你只要求你的历史定位 两岸这一块看起来挂了啦 我想挂的原因很简单嘛 你现在你两岸还能够再谈什么 那只剩下你自己本身 所谓的清廉这两个之后 人家现在这么严重的挑战你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告谁或怎么样 但你启动调查不是一件难事 很多人都讲说 你为什么国民党内不能调查呢 你今天走司法途径是一回事 人家现在指控你说 你国民党拿了一个525万好了 你今天可以今天出来发一个声明 告诉他讲说王金平有哦 王金平讲过 你们去看王金平的说法说 当时就是有人捐助了给高雄的地方党部 然后就拿去做抚选活动 那这件事就没了 有收据有发票 这样这个事就没了 我不知道在律师的立场里面了 我如果自己认定 他不叫做政治现金 所以我就避开政治现金法 还可以这样自己解释的哦 任俊刚刚讲的 我说实话 我觉得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讲过 国民党发的那个新闻稿 我觉得那个新闻稿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反而会陷入另外一种尴尬 就是因为大家看那个新闻稿 也知道 因为国民党长期来就告诉你说 顶星 他们从来没有收过顶星任何政治现金 后来看了那个新闻稿以后就知道 那个定义是 国民党中央党部 只有一个政治现金账户 所以你除非是进了这个政治现金账户的 那才叫国民党收人的政治现金 那这525万 有没有在国民党地方党部 然后有用 大家都知道 有 因为这是连国民党发新闻稿 都知道是你有 你还开收据给人家 我第一次说 老百姓他不会拘泥于法令上的政治现金 这几个字 他只管的是 谁收了吗 这家公司 有没有一笔钱 让这个党的 不管你叫地方党部 叫中央党部 有没有去用 这是老百姓的认知 他就会觉得说 那你跟这个公司之间的关系 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老百姓的推论 我相信这样 你如果意识要告诉我说 并没有收受抵金 就来525现金 标题是这样写 对 然后呢 那个界定的方式就是只有中央 中央 那对跟民众的感情 我讲 证据人物讲话 都讲给老百姓听的嘛 都好 应该是这样子嘛 对这段 国民党那时候解释 我们会用另外一个东西去补充 有没有525万那些事情 有 因为TDR的退款 退款那时候 退给谁 退给一个生计协会 然后呢 王继平我院长就说 那把这笔钱 就捐给国民党地方党部 OK 所以呢 他的捐款呢 不是鼎心 也不是魏家 是应该是这个协会的 那个执行长 吴明基 那个执行长 所以他们真的没有拿到 连地方党部都没拿到 所以那个发票 拍的 政治奸机 发票 是生计协会捐的 他第一次说没有这笔钱 后来是隔一段时间 王继平亲自到高雄市党部 他们最后才开出一张 发票出来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你在看这件事情 寇贺姐这两亿 两亿可能最后 可能会跟一般大家才揣测的 查不到 可是你换位思考一下 因为既然检掉介入去调查了 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会相信说 从2008年到2014年 顶星集团在台湾 都从没有政治现金 国民党从来没有收过他一毛钱 马英雄总统两次总统大选的竞选总部 都没有收过顶薪一毛钱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企业 让我觉得惊讶 照道理他应该是一种企业表率 因为他不共靠政治现金 这完全能推翻了我对台湾政治 政商关系的认识 好 那为什么讲说要画面思考呢 当公权力介入的时候 也许 马总统这块都没找到 可是 台湾的所有的政党或政治人物 肯定要小心 也许会杠上开花 马英雄总统没事 开到其他的人身上去 因为 他专属要证明说 我有认真查 一个是 能不能举出比较明确的事证 或者人证 或者情报 不一定要是犯罪事实 比如说有用的线索 第二种呢 我查顶星 查内障 内障 又有一说啦 跟着小飞机就飞走了 可是不管 这也没进去 你在台湾好歹有金流 比如说我们知道 在那个小飞机飞走之前 那段时间 顶星有些异常的现金体力 台湾多数的政治现金 大而一点的都是用 不晓得是不是还是用旅行箱 点按的时候是习惯用旅行箱 这些东西多少会留下一个轨迹 如果顶星集团真的是一个 不做政治现金的一个企业集团 那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误会他了 但是如果他是像我们一般所熟知的 政商游戏的话 一定会有一些蛛丝马迹 所以这场戏 如果看下去 搞不好伤到不是马总统 搞不好是旁边有一堆 这个第三者 无辜的第三者 我倒觉得我希望顶星是有给政治现金的 为什么 如果今天真的查完就顶星没有给政治现金 我真的奉劝大家以后不要拿政治现金捐给国民党 或者捐给政党 人家不给政治现金的都可以从政府里面得到这么多的好处 跟这么多的特权 空手可以回来买101那些东西 全部银行卡的把钱送给他 你不觉得这个很离谱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推论 就是说如果今天真的顶星他这么干净 干净到我连钱都不送 我却可以得到这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民众不是不能够接受政治现金这件事情 而是你接受政治现金的那个过程跟手法 你在上面拿那个文字游戏出来讲说 我有一个专户 如果他党部报到我这边来的时候 进了我的专户 我就承认有政治现金 但是因为党部也没报 所以他有收据是他的事情 他有发票是他的事情 跟我没有关系 我自己就把他切一刀 那我们不用盯政治现金法 我觉得民众他现在好care的不是说 你如果在合法的范围里面 就像你两亿分成七八十个公司 也是你在合法范围里面 他没有话讲 可是现在是相关人的态度 所以这件事情他是很暧昧的啊 OK 所以文先生跟我们就来看 现在特征组出手了 但离的水落石出看起来还远的很啊 特征组一出手 我觉得是泥牛入海 最主要了 因为昨天特征组发言的是郭文东 郭文东何许人啊 郭文东就是办隐亲户命案的 隐亲户命案的算是主任检察官 那今天26号 今天26号代表另外一个意思 郭立恩又要坐牢去了 郭立恩坐牢就是隐案嘛 你把郭立恩都放出去了 然后人家现在因为缴不起两亿的罚款 要回过坐牢 我请问一下郭文东先 你要不要再办隐案 不惜洞条国本办到底 办到现在你也升官 但是呢隐案还是 还是无解 而且啊 特征组是办隐案的 拉案也是特征组办的 拉案更吊诡啊 各位可以回想一下 黄世民还下令检察官不准上诉 让林学民这些人无罪 所以我说是逆流入寒 而且最吊诡的啊 我觉得昨天最高简单 这个新闻稿出来的时候啊 其实同一个时间 在总统动员业会 那昨天就是行线纪念日 现在没有放假 我们的法务部长做报告叫什么呢 民主法治以言论自由啦 痛骂电视台民嘴泛滥 嫁评论之民行内造之死 哦哦哦说你们 动行啊 一广子 然后是网络言论 连网络也下去了 网络言论偷续 集体霸凌李健不鲜 昨天法务部长已经在府里面开炮了 特征组是属于法务部的 部长都已经这样讲了 所以我觉得做一扩插一旦 不是 你凭什么这样子批评这些质疑吗 警总 如果你今天一个法务部长都可以讲说 我自己 我跟你女儿讲话 或跟我今天讲话都没有人要听 要有人要监听我 我都觉得很开心 如果这种话你都可以讲出来的时候 那你的那些指控 请你拿出证据出来 我觉得大家不要这样子 一竿子打扮一串人 如果你真的觉得说有人爆料不对 你有你的检调系统 你可以去查嘛 那你这种部长这种犯话 什么意思呢 我再补充一下两亿好了 其实我对两亿蛮敏感 但郭力恒两亿搅不起 那个是gay 他怎么会搅不起 20亿都搅得起 所以两亿的传闻 第一次出现 其实在马正午时代 是李远哲跟科技大佬吃饭 一桌 大概其他加起来大概八九个吧 李远哲闻到有一个科技大佬说 我捐给马银九竞选金会2008 一亿另外一位 他说我也一亿 一桌就两亿了 结果这个消息被那个陈思梦 过去也当过总统我秘书长的陈思梦 就突如出来了 结果传到最后变成是十亿 不管是十亿也罢 两亿也罢 其实应该是两亿 各一亿 特征准备去关注 最后都没这些事情 两亿大家传过水互 您刚刚讲的这一段 他跟现在大家讲的这个两亿 他中间会有一段的落差是在于说 第一个您刚刚讲说 李远哲他耳闻的这些事情 李远哲他有出来讲说 对他有听到吗 没有 我当时就人都不愿意的 我的意思说为什么这些 那首歌怎么唱的 流言在风中传来传去 那有很多你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有很多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连您刚刚讲的 因为第一个 连李远哲他也没出来真实说有这个事 所以你没有任何证据的东西 可是传说出来的是陈思梦 陈思梦总算有公信力 但是一门是陈思梦 他也必须要经过证据的检验 我的意思是说 但是他跟这次的两亿 又有一段差距是什么 两回事 因为 科姐是直接讲马英九三个字 对 那这之间就是为什么大家会问说 那可能还是要 因为科姐当然他在节目里面也讲说 他所质疑的很多的这些地方 有他起来有志的一些地方 可是某种程度包括要对观众讲 大家还是要看说包括直接证据或是到底是谁 然后是什么 总是要让大家比较清楚 这个 两方面 刚刚那个温森兄讲的那个东西 我那个时候在一个节目上 确实是有那个主持人有讲 说那个科技大佬 企业家各捐五亿 所以是十亿 然后 对 他真的传出来是这样 他讲出来是这样 他说是李远哲听到的 然后李远哲告诉陈师梦 陈师梦出来讲 那我那个时候就回了一句话说 如果真有其事 请李远哲先生站出来讲 嗯 我就可以告诉你 今天总统就叫蔡英文 马英九就不用选 如果真的是这样 你说这是2002大选以前 对 大选前的节目 对200 没有 第一次选总统 第二次 是第二次 第一次 第一次的时候收了这些钱 他这样讲 那我说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叫李远哲站出来证实 马英九就不用选 今天总统就叫蔡英文 那后来没下文 那后来传成10亿 我们听到的是 讲出来的是10亿 另外就是刚刚讲那个捐钱 周一后是没错 他指明就是马英九收的 你知道一个人送钱 一个人收钱 一定 除非有一个人真的看到 嗯 那个国安高层如果就是 你知道报了钱去的那个人 那就非常明显 如果国安高层也只是说 我听说 那真的是存疑 因为党部刚刚讲说 是不是只有一个那个户头 捐钱的政治现金 捐钱的方法太多了 我想大家都知道 后援会也好 或者助选也好 比如说像今天 我捐一个看板 我捐一个什么公车广告 那些都是捐 嗯 所以那种钱你根本查不到 那个人企业就自己付了 所以那种东西 不会在账里面 捐到户头里面的话 你可以开收据 那种人是很老实的话 我来捐钱 我要一个你知道 要一个证明 否则的话 你说国安高层 如果那个国安高层 是真的目睹的人 目击证人 或者是送钱去的人 那你可以证明 否则你叫出来没有用 就像刚刚点名的张荣峰 你能证明你看到那笔钱 送到马英九手里面吗 但是我觉得马英九自己要负责 事情传到今天 嗯 沸沸扬扬 为什么他要负责 我觉得他当然要负责 因为很多事情他可以 可以做 比如说他周一口起先说是 国民党 马团队 或者马政府 哎 林德瑞打电话 那这个人管帐的帐房先生 你就可以在党里面查 嗯 那什么人去跟外面的联络 我举个例子 金浮冲 那当然也是他们的好朋友 那金浮冲 比如说他那个时候 到台南去助选 他住在一个大饭店 那个饭店的老板 跟一个我们当年在台南市 台南县的那个县党部主委 是好朋友 所以他住在那个饭店 早上起来要游个泳 然后吃个早餐 然后再去辅选 所以从六万票输到二十万票嘛 那像这种钱你怎么看得到 那个钱他就付了 所有的开支 所以他不会捐到那个户头 所以国民党的账户里面 你当然查不到 嗯 但是那个目击证人 他讲的那国安高层 是非常关键 那请问一下 可是你如果反向去想这个问题的话 嗯 年华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换一个 我们从反向来来讲 那可口姐为什么要 大家都知道说 如果这样子爆料的话 基本上可能包括调查下来 他也会面临到 包括有公信力的风险啊 或什么这些 那以可口姐来讲的话 这么多年的新闻 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如果不是他自己相信有所本啊 或者他为什么要这样 首先我要这样讲 就是说当事人没有站出来 不代表这件事没有发生 李远泽站出来不代表马英九 就一定没有收 因为有时候李远泽 也许他说我不要躺这个浑水 可是我可以确定说 马英九从来没有更正过这件事 或是说要打算去告李远泽 或陈思梦 从来没有 那今天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们从事新闻工作人 都知道 今天我敢写 假设我还在报社服务 我敢写 我一定对我的消息来源 有十足的把握 即使我用匿名的方式写 那通常我的长官 他一定也会问我说 你这个消息来源 通常我基于记者的义务 我会告诉我的直属长官 我告诉他这个消息来源是谁 就像水门案 整个华游只有三个人 知道申喉龙是谁 两个记者跟他们的总编辑 那这个秘密一直保留到 最近才被揭秘 那这是一个报社里面的 你称他为防壁机制也好 就是媒体里面的防壁机制 就是怕有时候记者 为了去抢东西 然后去瞎掰这些东西 那我想以周玉寇 这么多年的新闻之力 他敢这样子讲 我相信他应该有相当程度的 确信他的消息来源 也许他 我想他不至于看到说 谁拿着两亿去给某人 他应该没有看到 对 但是我想他应该确信他的消息来源 那如果我的猜测他的消息来源没有错的话 那我认为这个消息来源是可信的 因为这个人讲话是有公信力的 他不是会瞎掰的人 那我想他也不可能看到 他一定也是听到 这个有人跟他转述 所以有可能到周玉寇手上 可能是第二首 甚至第三首的消息 那这中间会不会出现一些误差 我不知道 OK 等特征组去查清楚 那我觉得大家现在在讨论就是 你鼎心会不会捐钱给政治人物 会嘛 如果蔡智元讲的是真的 就是说鼎心在出事之前想捐两千万给 出事的时候 蔡智元讲出事前 就是联胜文党内出选 刚赢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今年五六月的时候 要捐两千万给联胜文 那如果他给台北市长候选人都两千 那捐给总统两亿合不合理 我认为这个数字是合理的 假设有的话 我认为这个数字是绝对合理的 那再来就说鼎心是不是一个有良心的企业 我想应该不是嘛 要不然干嘛做黑心油 对不对 那一个没有良心的企业 如果他有政治现金 你以为他真的就像任俊刚刚讲说 我希望中华民国好吗 不可能嘛 我希望我企业更好是真的 那比较实在啦 所以这里面为什么这个问题大家会觉得说 他比较严重的部分就在于说 因为政府从鼎心2009年回到台湾之后 给了鼎心太多太特殊的待遇 而且那个好处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说这中间又有钱 又扯上钱的话 这个事情可能会变得非常严重 因为他可能就不是一个政治现金超额罚款的问题 他可能会涉及到贪毒或是对价关系的问题 别忘了 扁案当时所有企业界给的钱都叫 这个陈水扁讲都叫政治现金 可是最后 几乎至少目前确定四个案子是不被法院所认定 法院认定说你有对价嘛 所以判了他20年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马英九你不能太轻易的去看待他 那我当然希望特殊组昨天这个动作 是真的要查 那我补充一下还有一个查的关键 就是说你 你当然你不可能一开始就去查胡定吾的相关的金流 什么通电记录之类 一定是先把当事人约谈到案 那认为说 你可能没有说实话之类 反正他们会去勾计 这是办案的技巧 那最后 如果说你我们去查到鼎心的账策 因为两亿通常这种 台面下政治现金大概都是给现金 因为不会留下任何记录 可是我也不觉得说一个企业 随时保险箱里面可以搬两亿出来 你一定要去银行领出来 那银行领钱总有记录吧 你就算叫所有的员工 一人乔装打扮 一人领三十万好了 还是在一段时间之内 会有密集的领钱 记不记得当时赵成雄 对远雄 对赵成雄出事的时候 就后来被发现说 怎么远雄员工每天都在领钱 所以要查一定查得到 我说如果有的话一定查得到 那我们到时候就看 有没有这个动作 那你如果说 连这个基本动作都不做的话 那可能特征组 你到最后不管你是签结也好 或是最后转针之案不起诉也好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即使是签结 我觉得你都要写一个很详细的 类似不起诉处判书 要以照公信 OK 我补充一点 就是刚刚他讲说记者报道 当然就是说要有本 那像他那样的 自己要求那么严格的人也有 但是有很多记者不是这样 我们看到比如说 像什么数字周刊 那个吴敦毅最后 不是跟吴敦毅道歉吗 登了一大堆 那另外就是 要不然就是刚刚讲的 那个长期核报那种消息 不是也是从那个时候出来的 其实很多时候 这种消息不是记者故意 就是说他也许真的是搞不清楚 那另外就是说 我刚刚讲 口口没有亲眼看到 或者那国安高层 没亲眼看到 就是刚刚连晃讲的 可能是辗转听来的 辗转听来 你就要真的要去求证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包括刚刚讲 就是说两亿 就算两亿好了 或许更多 那两亿的话 你说一个小飞机 把那个帐车带走了 然后去向北京高层 去报案这样之类的 我真的很坦白讲 就是刚刚连晃讲的 提前有记录 虽然他有仗册 可能带跑了 但是像北京高层 请问一下鼎心 真的有能力 真的立刻去见北京高层吗 很多台商是鬼扯淡 吹牛吹过头 我有一个研判 就是特征组的进场 搞不好会救鼎心 怎么救 因为收过鼎心 这是前的政治人物 不止这个 不止国民党 应该有不少 反正我鼎心 我有什么好输的 鼎心如果最有资格爆料的 是鼎心 鼎心如果讲马总统有 就是有了 鼎心讲假设民进党 有 就是有 我会最后查出来都民进党 不可以 这又有阴谋论了 通常这些人都是两边压 不要认为他只 政党轮体已经是两边压 我刚才在提醒大家 就是说 这个事情走到司法的时候 柯柯姐是一个关键 就是他有没有第二个宋耀明 像之前在兔米兰趴的时候 柯柯姐在爆料之前 就跟宋耀明有打过电话 他们也见过面 所以他巩固了他的那个基础 就算没有百分之百对 他也有一个基础在那里 那这两亿现在就读很大了 那读很大 就变成两个了 柯柯姐真的有第二个宋耀明 之类的 第二个就是 鼎心真的要丢一点东西出来 那如果那样子的话 整个故事 就会又有新的那个剧情 但是关系我们来看的是 现在特征主在查 要怎么样让鼎心 再多丢一点东西出来 而且这一局 反而是包了鼎心 会变成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鼎心具备 周玉寇的个性的话 他们可能婚姻师进坟的时候 或许有那么一天 但是鼎心跟我们 这个马政府的关系 我只要有一件事情 就是吴子嘉 他是最早报十一那个案子 且不论十一的那个部分 他因为马英九也被告了 也被告了 那问题是他那篇文章里面 他举了一个例子 我觉得很有说服力 就是说何以在忠家案里面 徐旭东 蔡衍明 郭台铭 而且他们其中是 还报了七百亿 还是现金 最后都被 魏英聪给燃糊掉了 那尤其魏英 那个所谓蔡衍明 他有媒体的这个力量 最后都公败垂成 那你从这个案子里面 而且鼎心 不像这些大老板 真的要 他没有准备足够的现金 就跟我们看到101的那个翻版一样 跟他很多案子的翻版一样 本来以为说 你至少拿个三四百亿吧 因为七百亿的案子 假设是这样 就最后才发现我们的 公民行库 要带给他五百二十亿耶 那你就觉得说 是什么样的一个推力 是造成说 他在很多案子里面 预取以求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高度怀疑 好那周玉寇进场的话 那很容易就说 如果打出第二个送药名 或者是我们讲说 顶性就是扮演那个第二个送药名 我们后续看发展 如果这是这样的一个发展 那是一个好的发展 那大家就在看 包括从从从我出的信用稿 从马总统做的态度 会不会觉得 有一点比较可惜 我们在节目里面 曾经说过 当一个银行被人家传言 然后要挤兑的时候 银行通常做的事 就是把钱都摆出来 就是就差没有说那种 只要来银行 我就先送你一千块 好不好 然后车马费 你就不要你了 因为我银行真的有资本 比方说我真的资本雄货好不好 这目的只是要告诉你 就对我有信心 可是那钱我好像是 前面外表是真的 可是他里面是对假的 没有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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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银行是真的 就假的 但不管怎么说 你会摆出这样的态样 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件事 那过程 我们曾经有几天 在节目里面 所有的来宾 大家都在帮马总统想说 要怎么样 去摆出那样 十足的样子 告诉大家 我觉得这是个态度问题 就让大家知道说 老子既然是这么清廉 那既然你要这样 那我也跟你豁出去了 我用什么样的态势 才能够告诉大家 讲说我真的是这样 像这种政治的意味 很浓厚的案件 当你真的去提告的时候 那其实都只是 做给别人看 你真的要告 你很多东西 你把它毙掉了 那多少的告数 到最后是不成功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现在看这个态度 就是说你讲说 人家去挤兑的时候 为什么这些 这个金融单位 要把钱摆在那里 我让你安心嘛 是啊是啊 很简单 态势先摆出来 你看哎呦 还有这么多钱 你不用怕他抖 他就不领了 同样的意思 像这种质疑一出来 我为什么讲说 你的调查跟你提告 是可以同步进行的嘛 你不一定说我什么东西 我就丢给司法之后 我就从此不再发言了 反正我已经进入了司法阶段 可是那个谣言一直在传 一直在传 国民党在这次选举里面 还输得不够惨吗 马英九你就算不为你自己的 清廉的这个生育想 你总为那些国民党的党 2016 你总为剩下的 其他国民党的人想一下吧 今天有多少国民党的 这个民意代表 或者是基督党被人家问到 你们国民党东産这么多呢 有多少 我一次也没拿到 我就问司议员说 你们党产这么多 你看你们赚这么多 我们选举只有补助5万块 那钱去哪里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像大家讲说 你看你在企业捐给你 怎么两亿几亿 我一毛也没分到 可是他都在帮你背那个原罪 你知道 那我会觉得就是说 你如果今天你要 你的态势要很清楚 我觉得很简单嘛 你就很明白的讲 我就是没有 那你现在讲谁谁谁有 我现在就启动调查 我党内的调查是一部分 他说了 因为他一直每一次 新闻稿都告诉你 没有没有没有 他讲没有 没有之后就没有了 他只到了没有之后就没有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我觉得大家在乎的是 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你是说 他应该除了发新闻稿 总统发新闻稿 用了那些这么多形容词 什么抹黑 紫虚乌有这些以外 他还应该要讲说 而且总统希望这整件事情 就移交特征组侦办 他除了特征组之外 你自己的亲信 你自己的什么 你自己最清楚 我不相信你有800多个账房 然后你也搞不清楚 人家在指控你说 你有个中间人 你还想不出来 我没有中间人 或我有中间人吗 我老实讲 我其实赞成周一寇讲的一段话 他说当时我在你在弄王金平那个时候 所有人都在骂你 就我听你讲话 你特别打了个电话给我 还称赞我是什么什么 媒体良心 空谷主义 是啊 那你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到 哇周一寇是为了你好 那我讲实话 你不要每个什么东西 都把人家当成非你族类 今天台湾 我就讲实话 我在我自己住在这个地方 我们都经历过台湾的总统 中华民国的总统 因为卸任被人家质疑 他是贪污的那个窘境 没有人希望说今天被证明出来 说靠我的总统 居然在下面 是有收那些钱是死不成的 没有人希望这样子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羞辱 你知道吗 如果今天国外媒体再来讲说 哎呀你看那个台湾的总统 每天就被人家这样 检举被人家这样弄 就虽然说要失败调查 那个效应是很可怕 我觉得我们不喜欢这样子 如果你只认为说 人家对你这些想法跟看法 用罗云雪那种说法 就说你们就是在污蔑 你们就是在捏造什么的 那我觉得你把所有的东西 通通都打翻掉了 我不认为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态度 我觉得民众希望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更希望证明马中文是青年 你刚才又讲到法务部长 我很好奇的是 有没有人要去查一下说 是不是刚好这个月是 就是轮到法务部长 动作乐会 然后轮到他要报告 还是说 这个报告是临时安排进去的 你不觉得吗 就在这几个礼拜 这几天 然后大家这几件事情 然后的时候 法务部长出来的 动作乐会报告 言论自由跟什么 然后里头什么 然后再讲到批评民嘴 然后大家什么什么 你不觉得这个时间点 真的太巧了吗 他顶星的这件事情 看你们这些民嘴要乱讲 这个月世界 你要指右边 对对对对对 这个月是世界人权日嘛 都这样吗 那些跟人权有关的 哦 OK 如果你相关报告都会那么巧 那顶星这个事情 我们也看到都很巧啊 不是飞机完了之后 隔天才搜索 不是他开完记者会之后 你才找到去递检署 那你所有的东西 就是让人家觉得 哪真的有这么巧吗 公开门姐我们来看 现在总统府的新闻稿上面 都什么子虚乌有 那马总统要查什么呢 因为她都认为这不是真的啊 你知道 我那天听完Koko讲完以后 真的有点 我有点同情 我觉得从两方面讲 好的方面就是说 因为Koko跟马金真的是好朋友 那他们是真的很好的朋友 那然后 对不起 Penny Koko姐在节目里面 还有讲她跟马总统 就当初包括她爸爸过世的 那个时候的那一段 她每次讲到这个眼光是会紅的 对 而且她真的是有 有点那种挣扎 其实他们是真的好朋友 我还记得有一次 Coco在那边 我们叫他讲马金的故事 说他我不知道 没听过 可是他后来碰到我 他说是啦 我是跟他们有接触 他不但有接触 而且是非常亲的 如果这样讲 马英九如果说 富人之人好了 就是觉得说不好意思 大家都是朋友 就没提告 可是我觉得 他至少可以做一件事 你知道在选举的过程中 前后如果是政治现金 你至少党里面 你知道谁是窗口吧 你知道你这个党 那个林德瑞 刑管会主委 党的秘书长 还有一个操盘手 你知道我不认为 是下面的那些地方的 那些什么地方主委 那太小 那个权就用不到 那个手上去 一定是那些大咖 他至少可以在党里面去查 就是说你们从那口道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收了这些钱 有没有收 他当然可以查得出来 比如说 可是他如果不是党主席的话 他能够要求 他原来是党主席 他现在也可以要求 吴敦毅这样做 其实在党里面是很容易的 你包括党的秘书长 你好好歹有秘书长 副秘书长一堆 然后副主席一堆 你就交代他们 给我查出来 到底是谁是那个窗口 谁收了那个钱 你至少澄清一下 你抓到一个人 那也是啊 是没错 国民党里面 很多选举的时候 那个钱来来去去很大笔 虽然有的议员说 他只拿到五万块 但他们领出来的时候 是十亿以上的数字 因为他要照顾全省 但是如果说 而且我讲过 国民党的党产 其实真的是黑箱 没有人知道 里面到底是什么 但是你支领的人 至少三个到四个 这样的范围 那收钱的 当然是那个关键的人 而且是跟你关系一定是很好 人家才会交送给你 那我上次讲 我帮人家送钱 你知道你要做中间人 你要两头的关系都好 都被信任 你才有资格去送这个东西 否则我从中间就污掉了 那你也不会去求证 那个被送的人 那我上次讲 我如果送个金菩萨 我就自己把他呛掉 那个送的人 绝对不会去问那个收礼 你收到我那种 你就买个木头的喷金漆就好了 对 所以我还要把那个保单也要给他 所以你一定要两头的人 都是亲信才有 所以胡顶五被点名 是有他的道理 因为他跟两边关系都好 但是是不是他不知道 我始终觉得 马英九真的 他上任的时候 有一个人写了这本书 必修的食堂课 他大概没有仔细看 刚刚我们讲的状况 他这本书里面都帮他 帮他点出来了 那现在碰到的情形 我觉得周一阔他提到说 尹清风 我记得这个有点过度 因为毕竟20年前的旧案 他会不会被媚口 另外一个是 打到了北京去了 北京其实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前两天的报纸 他们正在打贪 这个叛徒国妖 这种字眼都出来了 所以在这个节目眼上 我想北京也绝对 会不会躺这个温水 但北京其实在过去 即使 克林顿时代 崔亚林那个时候 闹得很大 都买通了白宫 这个都你看人家都写出了 所以用钱 这个是绝对不会说 有什么国界之分 你不要说白宫 台湾的总统舞 我们看过去这个 南韩的全斗瓣跟金斗晋 全斗瓣你看 他贪污了多少 5000亿 他现金 企业现金给他 他收了以后是大拉拉 叫人家送到仓库 后来是他的秘书去出卖 然后检查官去打开那个仓库一看 那些现金都还没打开 就一整个仓库 所以这个笨到其 真的我觉得这个高利棒子 这个收钱都不会去过水 但是他接他的那个卢泰 也就比较厉害 钱就洗到了瑞士 到现在很多钱还查不到 全斗瓣就全部 好像被吐出来了 所以对于周一阔来讲 我是觉得 这个时候 其实应该 他应该跟马鑫九 碰个面 大家能关起来好好讲 这个在节目里面有来宾有提过 有提过 譬如说第一个 马总统这时候要不要开一个记者会 记者会 譬如第一个大拉拉就告诉说 这个案子的特征组已经遵办了 希望特征组就放手 然后把所有东西查个水落石出 那当然也有人讲 马总统胜货要不要再进一步的直接说 我也愿意放弃掉 是我的刑事豁免权 包括我 大家都查办到底 我相信如果马总统这样讲的话 可能你要再 再去讲说他有什么质疑的 这个东西 你也只有等着查 或是说 也有像春琪 春琪在节目说 那要不然的话 可可 那就马总统 是马总统 应该讲说马总统 是不是要召见可可姐 然后大家来谈一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他不见你 没关系 那你就冲到台南大道 去直接说 总统我要见你 然后带着媒体 大家一起去 可是 平常讲 这有点难吧 现在都已经长成这个样子 如果两个人 不是在媒体之下 你说就算真的见面 到时候媒体又要讲说 这里面是不是你们大家 又直接讲一讲摸摸头 什么又没有了 这所有的问题都会出来了 周一阔 其实在新闻界的辈分 我只举一个例子 当李登辉还是总统的时候 去参观联合报 李登辉 选了一趟 联合报当然后来闹翻了 可是那时候还不错 到联合报参观完的时候 坐到座一阔的桌子上 在那边表示说 原来这就是扩扩节 办公的地方 他跟金煞 当时的李登辉 后来他还被 李登辉的台联提名 角逐台北市长 他真的是很会做公关 所以马英九 你说他提到了说 当他父亲过世 然后马英九亲自去 这给足面子 你马英九那种 你不是等闲之辈 哪有美国时间 所以你看他 他对李登辉也罢 即使到了现在 台联那个时候 看他在选台北市长 方向左板 赶快切割 可是到现在 双方口不出而已 我还对马英九 是觉得奇怪 如果说他能够延续 对李登辉那样子的 一个互动 或许今天 不会走到这个地步 其实我想会走到今天 就是说太绝情 应该用这两个字来 谁太绝情 就是双方 应该说是马金 我举个例子 罗志强 曲先讲的那个门神 罗志强 你知道吗 罗志强离开了总统府以后 去主持节目 后来他们就告诉 那个电视台说 那个人跟我现在没关系 换句话说 你们给他主持节目 是多余的 你懂我意思 就是切割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知道政治人物 有时候是非常绝情 就是说你不要寄望说 还有那种恩情在 政治不是这样玩的 你知道那手很新啊 那个翻脸 我有讲过蒋经国的故事嘛 蒋燕市可是真的 几进几出吧 下来三次又上来三次 那后来他当秘书长的时候 蒋经国那时候是主席 那因为蒋校五有一个 文化大学的同学 在外面去烧人家的摩托车 他告诉警察被警察抓去 警察局就说他跟警察局说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蒋校五的那个安全秘书 然后你们敢把我抓 那个时候已经半夜了 那警察局也没办法 就把他留在派出所 第二天一早 那个人就打个电话 给中广那个蒋校五的秘书 而且非常亲热 上签啊 我是谁谁谁 我现在在哪里 你来意思就是把我出去 那警察局长一听不得了了 这样子 但是蒋校五他是告诉警察局说是 他跟蒋校五他们喝酒 然后在外面 然后把那个火柴丢到人家摩托车的油缸里面 就烧起来就烧了一串 他说是他跟蒋校五一起 那蒋校五后来知道就很生气啊 就说你们 我明明没有在那边 然后他就召集了国安单位说 你们一个礼拜给我答案 不给我答案 我就去告党主席 你们上下联手 等我冤枉 那你知道蒋艳士那时候就是秘书长 他听到报告以后 他只讲了一句话 他笑我就是这样的人 就他相信是一起喝酒去烧摩托车 他笑我就是这样的人 在中常会上 大家开完会的时候 蒋经我说 议程通通结束了 各位中常委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有没有什么临时动议 大家说没有 他各位同志没有临时动议 我有一个临时动议 蒋艳士同志 最近身体不好 向我起初迟程 我已经批准了 各位中常委同志 同意的请举手 那中常委 谁敢不同意 那个中常委就吓到 心想怎么回事 然后就有人就往这边一看 没人举手 当然就不敢 后来发现这边不是中常委 回头一看大家举手 赶快就举手 举完手 那当然就中常委同志 通通同意 完了以后 谢东敏先生打一个电话问我说 我前天还跟他一起吃饭 身体好得像牛 他为什么身体不好 另外一个中常委吧 好像水德兄也有问 他说我还跟他打球啊 他没事啊这样子 我说你们都举手 你来问我 我怎么知道 你们不是都举手同意了吗 换句话说 政治人物的绝情 说切割就切割 我举这个例子 所以今天 如果说周一国还可以见到马英九 就没有后面这一连 文学哥怎么样 蒋验世应该是实信案 实信案被这个小蒋啊 因为当时包括西利德 财政部长 经济部长 跟总统的国民党的秘书长 三个一起拔掉 但蒋验世其实对 对这个小蒋来讲 他是重用过 你看他当过教育部长 也当过外交部长 台美断交的时候 他是出任外交部长 这个人命大 他即使说在小蒋的时候被冷冻 有一年台风天 他后来在农副会给他一辆坐车 车子停在台北宾馆门口的时候 那个花牌的那个牌楼 被风吹下来 他的坐车就当上被砸了 人家想如果说蒋验世当时坐在里面 必死无疑 结果他刚好没有在车上 果不其然 没多久李登辉上来以后 他又变成是总统武秘书长 所以无偿 我是觉得马一九看开一点 不过年华哥 我们来看都已经到 司法调查阶段的话 那么要马总统跟Coco姐 两个人见面 这机会可能性真的是很低吧 现在不可能了 你现在如果特征组 已经开昨天说 他已经要调查 你现在这个事情 是在司法调查阶段 那一个是原告 一个有可能会变成被告 我说有可能 你有看过谢律师打这么多案子 有原告跟被告私下见面的吗 应该很少吧 除非是要谈和解才有可能 所以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现在这个案子的进度 大概就是 我们现在也只能等特征组了 不过以我的了解 因为我跟周一科有共事过 他以前当过我长官 以我的了解 他要这样子出手的话 他应该有经过基本的查证 以我的了解 应该有经过基本的查证 那至于说 这个消息来源可信度怎么样 那是每个人的判断 每个人的对新闻的消息来源的 判断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现在发展到现在 对国民党伤害已经造成了 记不记得前天陈学胜委员 就坐在佩文节那个 两个小时一直在摇头 他也只能摇头叹息 因为2016这次会 都会有 对因为 刚刚讲的没错 就说这个东西 包括跟党产一样 这个就变成你的原罪 因为一般的选民 不管是支持国民党 或不支持国民党 他不会管你这个钱是谁收 假设有的话 他不会管你这个谁收 你国民党会收这么多钱 不然这样 做黑身旅 给我们吃 夭壽 你叫他们怎么办 可是换一个角度 国民党的这些委员 会不会觉得是 如果都没有这件事 你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 就像陈文委员讲的 那个印象 已经出现了 对没错 所以就算如果要最后 不管你说特征主杂会查 谁查完 就算说是没有 那这件事情国民党 是不是还是很惨 就算还是有这样一条 我常常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我常常举一个 乌龙爆料最经典的案例 现在有几个人相信 图醒则没有舔人家耳朵 大概只有我们在新闻界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很注意新闻的流程 不夸张 乌龙贼是不是当选嘉宜市长 在选举前一两个月的时候 还有人问我说 他不是去舔人家耳朵吗 舔人家耳朵 我说拜托 这多少年前的事情 而且没有这回事 对因为那个继承的印象 因为那个一开始 那个太震撼了 那个太震撼了 你知道 然后一开始 而且当时李庆安 说出来的形象非常好 大家都倾向于相信 他讲的嘛 所以一开始那个继承的印象 他一旦形成之后 即使后来证明 这是一个乌龙爆料 此图非彼图 图醒则也是清白的 可是到现在还有人 因为他可能没有 像我们这么很清楚的 去follow这个新闻的 后续的发展 他就相信他的第一印象 我觉得这是正常 每个人大概几乎都会这样 所以他们担心的 不是没有道理 到最后假设 查出来说 这是一场乌龙爆料 根本没有什么两意 可是这几天 这两个 接近两个礼拜来的讨论 他会升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尤其是那些 原本就不喜欢国民党 对国民党采取 比较不信任态度的选民 他就会说 你一定有工修 只是查不出证据而已 你一定有收 只是查不出证据 他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对国民党当然伤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对国民党更伤的是 到现在为止 他们不晓得该怎么处理 他能怎么处理 现在问题是说 你国民党你要不要自救 你国民党除了马英九以外 你要不要自救 你要自救 你要想办法处理 你不能每天在那边任人宰割 怎么样光姐 其实这是一个有政治算盘的 如果我们来看说 周杰到底后面会不会输 其实他其实并不会输 因为他先前是踩在打连家 因为我们整个社会氛围 是反金权政治的 我们也是反官三代 继续世袭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打连因为所谓的 table那个事件进场 可是连结到最后 连圣文确实是败选 可是大家的 像刚刚那个年华讲到 那个模糊 或者说很混杂的印象里面 会有个印象说 周玉寇 他打连不予利 所以又有宋耀明的益助 所以这个部分 他首阶段的这个战场 他是赢的 那打马那就更是了 现在那个一个败选 很多这个 失败的这些候选人 他们的确是因为 社会的一个氛围 是反国民党 反马 而且这个持续非常多年 如果周玉寇 他踩在这边进场的话 已经很少人会去 去计较说 你报了哪些料 哪些是不实的料 不过人群 我们就看到 现在整个态势变成这样 现在对于国民党来说 是不是2016 真的就没有办法学下去 平常时间 也很多人在提出质疑 我不认为说是因为 对象是因为寇寇姐 当然寇寇姐有她的分量 我们都很尊重她 我跟妳讲尊敬 听起来怪怪的 不是我们也很尊重她 可是我必须要讲说 光景姐刚刚讲到说 她曾经也都提出过 对不起 你提出的时机 可能没她算得这么准 你知道吗 在她前一天 前两天 有个叫谢国梁的 谢国梁前的 有一个叫蔡振元的 这两个都提出类似的东西 只是没有具体的讲出钱 所以周玉寇 这时间的那个爆料出来的时候 她刚好搭上了这一封车 因为前面有一个叫蔡振元的 她先提出来讲说 鼎心要拿2000万 去兼给连胜文 是连胜文那边说不要 大家就会开始想 哇原来鼎心 她真的有私下想送钱 因为2000万 其实也超出了政治现金 那你这样的部分之后 再丢入一个 有一个人讲说 总统府 或者他讲政府 政府可能有人 拿人手软的时候 其他呼应的前面 周玉寇这时候 再抛出来讲说 我告诉你 就是有一个两亿了 大家当然会很瞬间的联想 所以很多东西 就这样被串起来 可是我举一个例子 就说 刚刚主持人问说 那难道这件事情 就国民党就挂了吗 前面那三个提的 都是国民党的党员 如果今天是在座 我们六个人讲 大概杀伤力 都没有对马中有那么大 我举一个柯文哲的例子好了 我其实真的觉得 这一次的选战 大家其实真的 可以从很多方面 去做一个参考 MG149到现在为止 你认为柯P有问题吗 你有你的想法 对面也有对面的想法 我也有我的想法 关注观众朋友 观众朋友的想法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上 他怎么做 我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 这件事情 柯文哲他们用了一个 他们去查网路上面的关键字 或什么 后来决定了一件事 那我就公布 我公布在墙上 其实你记不记得 第一天公布的时候 那时候 还带着人要去查 或什么的 其实柯文哲 你去观察柯文哲讲 他讲了一句话 他讲说 我就是公布出来 有问题 有问题 我们再查 其实我觉得 那个就是一个态度的展现 我不是说你马英九 一定要说 我几年来 六年来 什么政治现金 我相信你公布的 也公布不完 可是他那个态度的问题 是让人家觉得说 我今天面对自己 我愿意这样做 我还是这样强调 当马英九 你今天做总统 做六年 大家只认为 你的可取度 只剩下一个 叫做清廉 你周边陆陆续续 你的那些亲信 你的什么的 都一个一个 出事的状态 你只剩自己一个 还可以跟人家讲说 我做总统 我不太一毛钱 我相信你 马英九 自己在乎的 可是你在这个事情上面 我们却觉得 你是闪躲的 不过所以闪躲的意思是说 你一直在强调说 我没有 可是没有人相信你 当时柯文哲 不也是这样做吗 你看一开始吵的时候 大家一直在吵 柯文哲的时候 柯文哲也讲说 我都没啊 可是没有人相信 所以信者恒信 不信者恒不信 其实我觉得是OK的 只是说民众 也会希望看到 我还是讲到 没有人希望看到说 我的总统在下面收钱 我们宁可希望 结果这次的调查 就是还他一个清白 没有就是没有嘛 那你自己争取 你的清白 跟你的名誉的过程 怎么比我们还弱 这个是我觉得 我们想不到的 你知道 柯文哲那个 MG149事件 其实爆料的 刚好是他手下 有一位过去 算是连胜文的 中学同学吧 所以他很怕 这一个人啊 会提供更细腻的 更完整的 所以不管说 网路上 你怎么去社群 去找 他觉得是坦白为上 而刚刚提到 蔡正言那一段啊 其实 在蔡正言讲之前 我还听到他们另外 里面一个高层的透露 听说 顶心要去捐款的时候 他们也问对方 另外一边有没有收 对方点点头 但是 连胜文这边想一想 我们不要 对方敢收 我们不收 还好这个消息是 后来啊 才慢慢传出来 如果在那个时候 出来的话 那整个那个选战啊 大概那个输赢 大概不会这么悬殊 所以我就是说 顶心这个 这家集团啊 尤其这个 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是觉得 这是一个讯号 他们大概也 已经准备啊 要离开了 所以 应该是不会 玉石俱焚 毕竟四个兄弟 还是有兄弟感情在 我们现在 刚刚提到了 很多企业主 跟国民党也罢 或者在野的 在那边捐款 人家是四个兄弟啊 他们都会想 想的很多方法 何况说是 这么敏感的议题 嗯 OK 好 可是 这整件事情 我刚才大家也在讲到 中间讲到 罗云雪的这件事情 对不对 罗云雪在 总统共武动员乐会里面 发表这篇 我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注意到 我是看媒体上面 所转在里面 对 这里面还有 还有提到 就是提到说媒体啊 什么捏造啊 这些 因为里面还有提到 一个讲说 包括他也提供给现场 所有的与会的一些 譬如说 在碰到媒体 做这些的时候 要怎么样做一个 尽数 厘清的一个方法 我主上他提供的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是尽快的 以送止战呢 还是什么样的方式 因为他没有讲 他是讲说 这样碰到 要用什么 一些厘清 可是除了这一次 我刚刚就讲 到底是本来就安排 应该是这个样 是罗音雪 或是说本来的主题 就是这个 我请问一下 各位六位 你觉得本来罗音雪 就应该在这次业会的报告 就是这样子的 请举手 没有人举手 大家都不觉得 这次的报告 本来就是这个 他本来行李如一 就是说 包括中堂会也是 他会针对最近的新闻时事 或者是说 社会上有疑虑的事情 他就会 譬如说财政部 他就安排从政同志 谁谁谁 到这个中堂会来报告 其实这些过往就是这样子 这跟着新闻时事走 因为我跑过总统府很多年 他那个乐会 不是说 这个每年 比如说 今天是温僧 黄光琴 郑佩芬 不是这样子 他大概就比如说 提早个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通知你说 这个月的乐会 安排你报告 主题是什么 为什么你问我 这很简单 因为最近发生什么事 他罗英雪只差没有把那个三个字 把周玉寇三个字讲出来而已 那个就非常明显 所以我觉得刚刚温僧的怀疑 不是没有道理 罗英雪法务部长在乐会这样子报告 然后特征组昨天说 我要来办这个案子 我觉得这个怀疑不是没有道理 就像很多人在怀疑说 这一波是从蔡振元发动 他先讲林德瑞打电话 那请问蔡振元在联盛拜选之后去哪里 去中国 世界上一百九十几个国家 他哪里都不去 去中国 然后一路下来 然后连接到周玉寇说 这个消息经过北京跟台北交叉比对 你中间有太多太多的巧合 会让人家会去做一些联想 那总统府今天安排罗英雪这个报告 我不晓得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以一个国家的法务部长 你真的不适合讲这样的话 你要厘清 OK 厘清你可以说 比如说我用说明的 我用发新闻稿 甚至我开记者会 我用说明的 那你在讲说这个恶意扭曲 那你就直接点名就好了 因为我们也是吃这一行饭的人 我就觉得我今天有受入的感觉 我感觉我也被罗英雪骂到了 名嘴嘛 对不对 我也被罗英雪骂到了 那你就点名嘛 谁讲的是不对 谁在鬼扯 你就直接点名出来 其实我还蛮讨厌 就说不管公众人物也好 政治人物也好 你就不要用不点名的方式 说这些名嘴都乱讲 我没有乱讲 可是感觉当你在讲名嘴乱讲的时候 就我跟陈东豪康仁俊 我们在座所有人 除了主持人以外 我们通通被骂进去了 好险我们俩不在里面 下次他会讲说 你有主持人 可是为什么大家会聊到 因为当总统府对人认会 法务部长去直接点名名嘴这些的时候 第一个 总统府在这整件事情爆发出来以后 总统府先发了一个新闻稿 然后里面讲的 包括我们刚刚讲抹黑这些 然后说遗憾 接下来看到法务部长讲的这一段 针对名嘴直接通缉 然后到了昨天 到昨天下午的时候 总统府发言人又讲了一段话 OK 他是讲的说呢 是在最近啊 有部分这媒体名准的一再毫无根据 却持续做不实指控 进行抹黑污蔑 马总统那么就希望能够尽速透过 这个司法厘清啊 对于这特征组主动了解 马总统予以支持 东豪请问一下 这段词里面说 马总统希望尽速透过司法厘清 是 然后对于特征组主动了解 马总统予以支持 特征组原来不干他的事情 从来没有听过可以用这个政治献金法 去查这种总统政治献金案的问题 法务部长这样讲法 到最后会出现什么警走复辟这样的局面吗 听说罗英学身体不太好了 所以我想他可能是临别证员 因为 其实啊 特征组 我觉得他们躺这个浑水啊 如果各位回顾在选战过程 检察长当时被点名 他们司法系统绝对对于说 政治或选举的这一个领域啊 少碰为妙 因为两边都不讨好 办也不是 不办也不是 罗英学被赶压子上架去做那个报告 昨天刚好是行线纪念日了 其实 以国民党的文化生态啊 我还是喜欢拿这个李敖啊 国民党的研究这本书啊 李敖这本书啊 续篇里面 有一个篇就是国民党的政治与司法 其实两者是很难去发分的 另外一个啊 国民党的特务统治外章 所谓网络啊 网军啊 或者刚刚讲到的那些啊 去锁定啊 去征防 其实就是特务的一个方式 我在绿色和平电台有一个朋友 前两天NCC就开始给他开华单 这个人在那边很久了 从来没有 但是最近公文来了 意思说 我们锁定你了 你的言行某些地方不妥 所以使得那个总经理很紧张 因为过去很少发现 那当然是罚款而已啦 可是总是收到的人就毛毛的 所以我觉得 这本是世界执政党的兴衰事件啊 国民党其实啊 可能现在就像说当时啊 百年老店 我觉得他现在有点 有一点气数已尽的感觉 在挣扎 所以挣扎的动物是最可怕的 要小心 那我不晓得马中宏如果要是 在坐在那听着罗部长讲 尤其听到说马中宏在主政六年多以后 台湾变成国民欠缺民主素养 是民主社会的危机 不知道马中宏听到这个的感受会是怎么样 但是如果照刚才各位来宾所讲的 如果大家判断觉得说 这算是某种程度算校正吧 就是对于现在所有的民嘴讲这些话 那我们下礼拜开始 我们是要聊内子宫还是聊外太空 我们是要聊最近 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说 有一颗超超行星最近可能会爆炸 它可能会让地球毁灭 我们聊聊那个猎户号也不错 对对我们要不要聊聊这一部分 那难道因为这个样子 我们大家就要去聊这些吗 难道大家要关心的所有的社会这些事情 对我也同意那件事 如果要是针对任何人 在这个社会之下 如果要讲的那个内容是不实的 不实名的话 就直接公开点名 就直接提告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反对这些事情 人群 这个是不管在朝在野 大家都应该去做的事嘛 我不太认为说马总统是等到他说出口的时候才听到啦 因为我如果没记错像这种约会或什么的 你总要先把你要讲的东西弄个讲稿什么的 先给总统看一下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马总统知道啦 我不认为不知道啦 或许他真的不知道 约会开始的时候 每个人手上都会告诉你 我这样讲啦 就是说 我觉得有权利的人 你本来就应该被接受监督 因为你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给你的 我根据中央社的报道啦 我还是喜欢用中央社 国家通讯社嘛 是不是 罗英雪说呢 他说法治是言论自由的界限 您刚刚有提到这个 不过他还讲是 个人言论内容 如果可能触及他人隐私 甚至伤害他人名誉 表达言论方式 一定要有法律的规范 我不知道你在那里讲说 这个什么名嘴造谣声势这件事情 有没有损害他人名誉的这件事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你是用什么立场 或你有什么立论 但是就我的感受而言 我认为你那个也是造谣声势 你说你到底你的具体是什么 你今天有一个这个权利 今天不是说因为你法务部长 所以你讲话一定对 我就讲嘛 当一个法务部长 可以告诉他讲说 监听没什么了不起的时候 我觉得那对我来讲也是个伤害 所以我回来一个 就是说罗英雪在这一次的 这个乐会里面 他还讲到一件事 他说个人言论自由与公共利益 常有抵触的状况 所以他讲了很多的例子 然后就这时候就要用法律去限制 那我不太懂 就是说当我们在讨论一个国家元首 有人已经具体 我现在讲了具体指明说 谁谁谁怎么样的时候 对我们来讲 我们认为这是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情 我们不希望说这样的流言 碑语一直在那里传 我们希望他有一个动作 不管你是司法调查或什么 你有一个动作出来 你在维护的是这个国家体制的尊严 我觉得民众会赞成 但是你在做这个事情的同时 甚至在还没做这个事情 你先出来把人家 质疑你的都先骂一顿 请问你的公共利益 跟我的公共利益 似乎有点不太一样吧 我缴了税 我养了你们这些公务员 我难道没有办法做一个合理的监督 今天有人指明讲说是谁收了钱 或谁怎么样 你觉得他有错 相关当事人 我讲当事人嘛 你法务部长 凭什么资格挑出来讲说人家造谣生事 你了解过了吗 你知道真实状况吗 你凭什么去讲说他造谣 除非你有证据 所以我不喜欢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就事论事 就一码归一码 当事人已经提出司法告诉 你就进入司法调查 我们讲说不要介入个案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你手上有任何证据认为他造谣吗 你不要再跟我讲说我又没指明是谁 靠那你跟我有什么不一样 注意发音 不要怪马总统 马总统虽然是法学博士 可是在黄世明事件的时候 第一时间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检察总长 半夜跑到他的官邸去跟他报告个案 是一件不对的事情 整个马总统现在我相信他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 就做事会很保守 文学的讲话就很保守 我们有没有既有的法律规范 有 我们民法有规范 刑法有规范 全世界没有一个民主国家 是在民法跟刑法的基础上 在找其他特别法来把紧缩言论 言论是自律为主 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讲话负责 我今天讲出了我就是道歉 如果道歉不够我就会离开这个舞台 为什么 观众不会再听你讲话 这是一个行之多年的一个游戏规则 这是一个观众他会去心中自有一把尺 谁也骗不了谁 但是今天做一个政府 你任何发言 你不是说今天有某一个个案 用政府去对一个个人 在美国是不可以的 所有东西有一条公平的线在那里 科学也许会错也许会对 可是已经进入到司法 已经进入到特征了 法务部长这时候 适宜在做这种原则性的宣誓 这是不恰当 真正的民主的退步 是从这一刻开始 好那这整件事情看起来 不管说不只是部长讲了这些 马正宏今天也透过总统的发言人 在昨天也特别提出来说 这整件事情希望透过司法来离清 马正宏也非常支持 特征主动了解这件事情 这整件事情在特征介入以后 所有的观众朋友 下个礼拜你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我相信是大家最想知道的 那到底结果是有名嘴造谣声势呢 还是那个结果是大家看到的 另外的一些事情的真相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你们的收看 接下来请说您的新闻 追追追